出海回來 還玩了一圈 我肚子真的超餓的 可是我好像聞到了 可是我聞到了 而且還看到了耶 你搞不好 對啊 這一整桌耶 滿滿一桌的菜耶 這滿滿的一桌菜 不過這一碗裡面 有一些很老啊 小捲 蝦子 還有鵝啊 要怎麼吃 我跟你說這個我有做研究 這很特別 就是那個海港這邊 才有一個叫船員套餐 怎麼吃喔 來 先把你想吃的白飯的量 放進去 加飯耶 沒錯 加飯 當然吃飽啊 然後起來之後 這個海鮮高湯 有沒有熟燙燙的海鮮高湯 是 把它加進去 很香耶 快點試試看 原來是這樣 你居然知道這個吃法 對 然後加下去之後 它就有一點像湯泡飯 一聞到真的快受不了 我必須要從來吃 可是 船長 為什麼 對啊 到底為什麼 船長我們先吃 幫我們解釋一下 對啊 我們早期我們這邊是魚村 那出海捕捕的話 就帶一碗擺飯出去 它捕到什麼就放進去煮 對 海船上的這個很柔 真的是很柔 超鮮 真的超級鮮的耶 而且其實除了這種 你捕到什麼吃什麼 偶爾會捕到這種 很高貴的食材耶 對 是不是 但是我們有一個今天桌上有個很厲害的 看起來很厲害喔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沒有 這個是在印度洋抓的鮪魚 鮪魚 超低溫冷凍回來的 光切片就什麼 或是一尾大概有多重 大概35公斤 35公斤很大隻耶 不過我其實有打聽過 人家說你這裡吃得到阿根廷美食 這樣很沒地方你怎麼吃 不要騷擾喔 這個魷魚就阿根廷抓回來的 阿根廷抓回來的 遠洋船然後帶回來 對 一般我們都在奇襟吃這個烤小卷 不過這邊用三杯的喔 三杯小卷 我覺得感覺風味比較不一樣 對 很鮮嫩耶 很鮮 比烤的感覺 正好來講更嫩一點對不對 對 而且有那個你知道三杯的感覺 很下飯 非常下飯 我要繼續吃飯 對 真的很好吃 也很下酒 對啊 真的有 對 因為這一整套的餐就叫做 我們的那個漁夫和菜 漁夫和菜 漁夫和菜 我們當不成漁夫 但是可以來吃這個漁夫吃得很好吃 想體驗脫胎狼吃的東西 真的耶 而且我覺得最特別真的 就是剛剛這一碗喔 像這個魚肉是什麼 這個 其實我們這邊是綜合 沿南撈著遠洋撈著 這個是養殖的虱目魚 虱目魚 然後海魚也吃得到 模擬這個偷海狼吃的東西 不過 其實高雄好像還有很多路邊想吃耶 當然不只在餐廳裡啊 所以 是不是隨便走就隨便看得到美食 好 去吧 走 柏爾藝術特區 近年成了由高雄避彩點 但誰說只能來這當文心 現在還能找刺激 體重越重速度越快 從16公尺高處留下來 刺激耶 很快很快 很快很快 你沒有卡住 沒有 真的喔 沒有卡住 我有我有我有 沿著山坡地形打造 起點與落地點高度落差16公尺 現在就透過鏡頭 穿越歷史場域的時空浪道 爬上台階拿著這個穿越滑板 帶你一起來體驗全台79公尺最長的滾輪式滑梯 我們把這個穿越滑板放好 對齊 手握這裡 踩後面喔 不然可能會倒 然後呢 腳放這個前面的腳的地方 有力 屁股 有力 好高喔 不過一開始下來的時候是蠻快的 隨著溜滑梯往下滑 映入眼簾的 是高雄最早現代化的街區 累積了各個時期多元的紋石痕跡 留下來了一定要走到最後這邊 不然等一下會滑倒 全台79公尺最長大概30到40秒 中間真的是蠻高的 難怪6歲以上小朋友才能玩喔 想體驗一下最好記得網路預約 一天分兩個梯次 上限是600個名額 10點半和下午3點半也會有現場導覽 它堆疊了不同時代的痕跡喔 所以包含在日式時期 甚至是清代在到戰後 有不同的移民在這邊的這些 一些建築的一些樣貌 我們來到這邊的溜滑梯 可以在這個短短的過程裡面 就欣賞不同歷史在這邊 交會的一些過程 走下山來到博爾藝術特殊 舊藏庫都在換過 但每一個仇建卻也沒忘了背後的歷史意義 哈馬興是日本時代縱貫鐵路最南端 緊鄰港部的鐵路之線 穿越哈馬興台灣鐵道管理的這個廊道 掉進了百年歷史的時光隧道 袖珍版的模型重現了12線鐵道 31款台灣火車 帶觀眾踏遍200處場景 不只用看的走出戶外 讓你實際體驗 帶你一起來搭哈馬興博爾縣小火車 可以看到的旁邊還有這個裝置藝術 博爾的美景全部都盡收眼底 迷你輕軌穿梭在倉庫群廣場 沿途還有號制燈 袖珍版列車和軌道 讓小朋友當起小小列車掌 好玩嗎 好玩 小火車好好玩 哈馬興台灣鐵道管 和歷史長域時空廊道溜滑梯 讓你回到過去 博爾大疫區的C9倉庫 則帶你前往未來 我們在前面 不小心 被暴龍追趕著的傘蜥蜴 為生活煩惱的上班族 跟他們旅程起點從這裡開始 我們來到VR體感劇院 只要戴上這個VR頭顯之後呢 就可以進入侏羅紀的世界 從單細胞生物逐漸演化 還可以和革命玩家互相對話 為什麼你可以那麼多泡泡 對啊 你欺負我 走著走著場景跟著變化 十一年的生物演化濃縮在這八分鐘裡 現在我成了噴火一樓 但卻找不到同伴 你看到我的翅膀 我要揮動我的翅膀 真的耶 嘴巴發出怒哄 一樓嘴裡就噴出火焰 戴上VR頭顯 感官就被360度完全包圍 在VR的這個遊戲的設計裡面 其實每一個觀眾 他們可以化身不同的生物種 像是昆蟲啦蜥蜴啦 最後變成人 它就是要體驗一個人類 從單細胞生物演變成一個人的這個過程 脫下VR頭顯 從侏羅紀世界回到現實 高雄港邊微風徐徐 舊藏褲變身 戰二褲飄出了濃濃文青味 我上次是晚上來 然後我只是想說 看它白天長怎麼樣 就都蠻漂亮的 就是這樣走走逛逛 比較文青一點點 拍下網美照替哈馬新衣遊 留下完美句點